德國總理肖茲28日開始在日本展開為期兩天的訪問 將在東京參加德國工商總會成立分會60周年活動 並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會談 針對即將在德國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集團高峰會及俄屋局勢進行討論 德國商報報導蕭茲首次訪問亞洲國家選擇日本而不是中國 清楚表明德國亞洲政策的重心轉移 多加德媒指出德國前任總理梅克爾在任16年任內訪問過中國12次 但只訪問過日本5次 去年12月就任的蕭茲首次出訪亞洲第一站就選日本 德國之聲分析 其擬界德國政府與日本擁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觀 有意提升德日夥伴關係 新唐人亞太電視林玉堂 張瑞珍綜合報導 共和某空局